財神爺來了 送來好運好彩頭 後面還跟著武師搖頭白尾 讓阿公阿嬤們笑開懷 志工來關懷這群長輩 現場也播放花蓮地震的新聞畫面 看到許多人無家可歸 阿公阿嬤很不捨 長輩們主動提到要幫助災民 過年的紅包投入竹筒 讓你身體健康 讓你身體健康 要做水養 你錢要去做飯 要去救災 救災 做了你的身體 很舒服 長輩們說他們能夠做得不多 這是一點微薄的心理 能夠有同理心願意付出 這一群長輩讓人敬佩 大愛新聞 志社美志工 曾鴻明 台中報導